新年的红包你打算怎么花呢 花花的呀 上下的呢 上下的慢慢还的 说正点的 因为我想学习画画 所以我决定买一台iPad 那要是没有iPad你怎么画 没有iPad 那我只能瞎机 机器机器发挥 我相信大家买iPad 都是为了作笔记或者画画学习用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iPad如何选才能更有性价比 让你能把压岁钱用在刀背上 刀背上 刀认识 没有切饭 但求一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谢了兄弟们 如何知道自己适合哪一款iPad 前几天当我花花症投入的时候 我朋友突然之间就退门进来了 说要试一试我的iPad 我能受这委屈吗 我刚学的琴塔树 当时我就被他摁了了 然后我轻轻松松的就拒绝了他 这里我跟大家说一声 没有必要去尝试你朋友的iPad 因为你只尝试这一款的情况下 你是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差别 或者贵在哪 便宜在哪 所以这里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去实体店实地体验一下 所有的iPad 看一看各个型号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这样的话你心里也会对iPad有一个认知 知道自己更适合哪一款 同一时间在不同的所有型号之间做对比 你就会明显的感受到各个型号的差别 也就知道了自己更适合哪一款 为什么选iPad而不是其他平板 这里我推荐iPad的原因是因为 我刚升百的时候就像我实验说的 去实体店去体验了所有的iPad 甚至说其他的Android平板我都体验了 关于笔的手感 我觉得所有的平板里 屏幕笔给我的感觉手感是最好的 无论是软件的兼容 还是你的压感的兼容都很强 甚至说有一些功能 是在几万块钱的手绘板上才会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很高 而且现在一代比 其实跟二代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二代比取消了反人类的充电模式 其他的压感其实都差不多 在一个一代比现在也很便宜 二手的话也就三四百块钱 再说苹果的东西 它的保值率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之前把我的第一台iPad转手之后 其实也就亏了几百块钱 但是我朋友的一款安卓的平板 在同一时间我俩同时卖的 它的平板基本上亏了一半钱 还有另一方面就是iPad上的ProCrate 对于iPad的优化和苹果笔 和Apple Pencil的优化都非常不错 相对来说安卓旗下的一些软件和iPad上的软件 关于绘化这一点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iPad能画商业稿件吗 关于这个问题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可以的 我曾经有一个商业稿件 就是用iPad完成的 我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张就是全程都是我用iPad去画的 再说大家如果去逛ProCrate官网 就会发现很多艺术家也会用iPad去作画 甚至说ProCrate有自己的常驻艺术家 专门用iPad去画画 所以iPad是肯定可以完成上稿 另一方面呢 我刚刚分享了两期ProCrate的教学指南 这里我分享了很多ProCrate的技巧 基本上看完这两期节目 你就会快速的入门 你就可以用iPad去画画了 所有的快捷键都会藏在双手里面 也会让你的创作过程会如比的丝毫 画画就像施法一样 它不香吗 那iPad画画有什么缺点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iPad画画的缺点 iPad画画有什么缺点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之前说的 它有一个图层限制 你的图片如果画的太大的话 它就会限制你一定的图层数 这样的话 对于那些想画大稿呢 就会不太方便 当然这个问题呢 随着ProCrate的更新 相信也会得到解决 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iPad这个东西并不像手维屏一样 只有画画这个功能 比如我们画的人体结构 忽然就打开了浏览器 或者是忘记了B站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你别不承认 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 一定要在弹幕里扣一个死不承认 证明你的清白 总结一下如何选择适合你的iPad 首先去实体店体验所有的iPad 然后去隔壁店 去看所有的Android平板 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平板 听别人说的天花乱争 也不如自己去实体考察 然后当你真正去体验之后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货比三加 找到竞争比最好的渠道 买它 如果你是初学者 想用iPad来做一个笔记 或者学画画 而且你用iPad不一定能够挣钱 甚至说它不一定是生产力 可能只是一个娱乐工具 那我建议你就可以入一款 最入门的学生版 然后配一个一代笔 就完全够用 而且你买学生版 还可以用到你朋友的学生优惠 岂不是更香吗 之后如果你想升级自己的iPad 你可以把这个学生版 转手二手的 然后回写 毕竟这个保值率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是成熟的插画师 或者设计师 或者你用它 完全可以做到生产力 可以用它来赚钱 或者你根本不差钱 就想要一个更好的体验 那你完全可以直接 就买最新的iPad Pro 或者是在你预算里 最高的那个版本 直接移步到位 毕竟价钱越高 体验越好 OK 视频的最后呢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转发一键三连 支持一下木枝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